结束早上新特拉的行程 在开往欧比多斯的路上 我还在想着早上警察的问题 如果当时是可以走的 我的行程是否就可以按计划顺利进行了 或者其实是他解救了我们 让我们免于塞车与排队之苦 一趟飞机飞那么远又不便宜 跑来塞车排队真的不值得 另一方面 如果已经买好票了 会放弃排队吗 此刻内心铁定挣扎啊 幸好我们随遇而安自由自在 想那些过往云烟也无济于事 专注现况并做出决定 继续我们的旅程比较实际 开车月一个小时后来到欧比多斯停车场 看了一下附近车辆 没人在挡风玻璃上放停车券 所以应该是免费的吧 停车场附近有罗马风格的水稻桥一击 据说是16世纪的凯瑟琳皇后兴建的 原本以为行车记录器可以记录一切 所以没特别拍照 结果因为记忆卡问题一切都没了 只能截去Google Map上的给大家参考 停好车往欧比多斯城门口走去 这里之所以有名 主要是13世纪的葡萄牙国王迪迷斯 直到新婚妻子伊莎贝尔非常喜欢这里 就把奥比多斯送给妻子 当作结婚的大礼 从此成为文明千里的浪漫婚礼小镇 漫步走进小城 城门口就有小礼拜堂 并用葡萄牙特有的蓝白瓷砖做装饰 登上奥比多斯城门上面 可以看到进入小镇后的两条主要街道 左边是商店街走到尽头可到达城堡 右边则有很多的餐厅一样可以绕到城堡区 小城的房屋主要以黄蓝白为基调 里面小巷四通八达 各家商店争起斗艳 游客络绎不绝 天气非常晴朗中午时实在是太热了 我们最有兴趣就是冰淇淋两支五欧元 也买了一颗高档炸雪鱼球五欧元 好吃是好吃但真心觉得被跪去了 至于黑樱桃酒因为要开车也没去尝试 千万记得开车不喝酒 再说一旦酒驾再多保险都是不理赔的 奥比多斯是保存完好的中世纪城镇 有圣玛丽亚教堂 慈悲教堂以及圣佩德罗教堂 都是拍照的好景点 尤其天空很蓝 不论什么角度拍起来都很好看 城堡区有免费的公厕 真是佛心来着 之前同事说 他们有一晚住在城堡里 隔一天还有变装活动 大家都换上中世纪的衣服 出来参加庆典 我们是没遇上这样的好事 我们顺着另外一条街道 慢慢逛回城门口 每个角落都有一份古铺的美感 在这边大约逗留一个半小时就离开了 接着北上40公里来到下个景点 那闸雷 大约是下午3点半到 预计停车一小时 投币0.6欧元 这边最有名的是北滩的冲浪比赛 许多世界纪录在这边产生 原本是想避开用餐时段 过来吃海鲜 但原本搜寻的店家还没营业 所以就先逛逛南滩的商店街 整个南滩非常热闹 越往北走人车越多 许多店家都挤满了人 尤其是餐厅 感觉大家都很享受这样的气氛 不管到哪里充气城堡 都是小朋友的最爱 靠近南滩商店街的镜头 有座单向交通管制 从北滩或灯塔方向 下来的游客及车辆大排长龙 这下又让我决定取消去灯塔看北滩浪潮的计划 因为晚上要住孔鹰布拉 怕又有什么细节阻碍 得早点去jack in才行 往回走 选择靠沙滩这侧 沙滩上好多人吸加带卷 就算推着婴儿车 也要出来晒太阳 不管大人小孩玩沙滩足球的人很多 也有许多相关设施 欧洲人热爱足球可见一般 下午4点半 我们离开了那扎雷 jack in前 想说顺道去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 把塔利亚修道院看看 距离只有30公里 一下就到了 谁知这地方也是挤得很 远处还听得到 有乐队的声音 正当想着要怎么停车时 看到一大群人 跟在乐队后面往教堂方向走去 当时车子大概塞在这位子 难不成刚好遇到他们在版庙会 这时才将整个事情串在一起 一定是撞到重大节日了 难怪从新特拉开始就怪怪的 真是何其有幸 但因为不懂也不知道这活动仪式 要搞多久 缠缠还是先让给他们 继续我们孔英布拉 check in的路程 孔英布拉住的酒店 其实就是大学附近的小旅店 不过因为有电梯 加上距离大学又近 所以当时选了这间来住宿 但因为没有附停车位 只能停附近收费停车场 看过评价 风评都不是很好 所以自己又在Google Map 找了河对岸的工友停车场来停泊 走路750公尺 还在可接受范围内 开了一个小时后 来到预设的停车场 哎呀 没有收费源 而且闸门栏杆也都是升起来的 记得找Google Map资料时 是说每天三欧元 但没人怎么拿停车券 仔细看了 闸门边有孔英布拉卡的标示 却没有投币孔 该不是只能刷当地的卡来扣款吧 这下我的脑袋又卡住了 赶紧找人问问 遇到一位带着小孩出来运动的年轻爸爸 但彼此的英文不太能沟通作罢 又找到一位仁慈的老伯伯 正要开车离开 老伯伯英文相当好 他说今天放假 所以不用钱 但明天要收费 明天收费停会有人跟他道谢后 内心盘算着 今晚先停这边免费 但明天上午要逛孔英布拉大学 如果继续停这边的话 要收费 而且是需要孔英布拉卡的话 不如明天一早赶在七点前 先将车子移出 停到附近收费停车阁 头2.4哦 就可以停到下午一点 就不怕卡片衍生的问题 内心轻重缓急衡量过后 就决定这么办 大家下车拉行李 过圣塔克拉桥 到蒙德古河对岸 check in 这次check in很顺利 一个老婆就在柜台前 笑笑地要了我们的护照 再缴了93欧元给他 就带我们搭电梯 到了二楼的房间 房间算是干净 其实是有四张床 只不过用到三张 对外有个窗户 窗外有颗银杏树 那种取境 环境清优 以这样的价格 算是很满意 趁着天色还亮 赶紧来去找吃的 大学里有家小餐馆 网路上说不错 立马朝目标出发 殊不知地图上看视频的 短短350公尺 实际走起来 不断地上坡 急阶梯 就在越走 越怀疑人生的时候 总算找到这家 Moria小餐馆 我们进店里时 还没半个客人 点了三道菜 跟两瓶啤酒 及一瓶可乐 总共31.9欧 虾子很新鲜 只烤香菇香肉 不错吃 无花果沙拉海行 因为原本以为是新鲜无花果 结果是使用无花果干 整体不是非常饱 但还OK 回酒店 将剩下的水果吃了刚刚好 洗完澡 看看葡萄牙的电视节目长怎样 节目类型 就跟一般第四台差不多 只是很多踢足球的 以及宗教节日活动的直播 果然印证了今天的推论 遇到大节日了 葡萄牙自驾的第二天 就这么充实地结束了 明天会有什么样其他有趣的事情 及挑战呢 敬请期待 谢谢收看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